泥石流是在较大的水流冲刷下 山坡上散乱的碎石、泥土、树枝等被冲到沟谷中 混杂在一起向下游快速移动的一种特殊洪流 专家提示发现沟谷中的正常流水突然断流 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树木柴草时 可以确认沟谷中有或者已经形成泥石流 听到沟谷中有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 可以认定泥石流正在形成 要迅速离开沟谷跑到侧面的山坡上 沟谷深处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 以及轻微的地面震动 说明沟谷上游已经发生泥石流 现在我们在泥石流预警也可以做到一些早期的预警 因为泥石流相对于说它的距离是比较远的 可以提前几分钟甚至是十几分钟半小时来进行预警 有前照发生以后我们可以及时的撤离 专家特别强调 千万不要顺着泥石流前进的方向奔跑 不要上述躲避 因为泥石流可以扫除沿途的一切障碍物 也不要躲在山体下 防止泼灭泥石流或崩塌的发生 泥石流通过的地带一般的树都不大 往这种高高的山坡上走 树林比较茂密的地方去跑 泥石流一般是到不了那个位置 泥石流通过的地带一般